三立財經台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台股新功率 帶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范英華 我是Quityni 好 邻太哥 今天是這個陽年了 開市之後第三個交易日 也是這個禮拜最後一個交易日了 但今天來說 是不是在昨天前天激情過後 今天呢 整個大盤的走勢相對是比較 這個休息的 比較弱一點點的 那目前為止 9647點還是下跌了 下跌了50幾點 那麼稍後呢 更精準的收盤數字 我們稍後會來帶你掌握 但今天要來看到是在 這個股王大力光 台積電 日月光 這些比較大型的高價的全值股 今天表現好像 也是有點落下來了 難怪今天的指數 有一點不正 但是呢 你會發現說在這個群創友達 昨天比較弱勢的 今天好像強起來了 我們今天一直在追蹤的利特 利特今天也是往上蹦蹦蹦一直在拉 昨天弱勢的今天就強勢 昨天強勢的今天反倒弱勢 接下來這個盤 是不是這個輪動性啊 比較難掌握一些些了 也不會啦 這個明天又放假啦 明天又放假啦 所以節錢難免有一點點的小賣壓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導播給我們看看蘋果這檔股票的股價好了 就比較能夠解釋了 注意喔 我倒不是說蘋果會跌 因為昨天蘋果是過去你看 這大概一個多月來左右的 當日最大的跌幅 那你再把它放大一點 你會發現到說蘋果是前一個交易日 就出現很詭異的十字線 這是十字變盤 那蘋果事實上 當然它今天有點小利空 路透社也有提到 中國大陸可能要不買它的東西了 那麼這個都可能影響到 不過這個消息還未經完全的證實 不過蘋果股價有點轉弱 那當然今天也有一點點盤後的 這個MSCI的權重調降的因素 但是來 我們再來看看 你看到蘋果之後你會覺得 那我們看一下納史達克 納史達克的這個技術面給大家看一下 它也沒跌 對不對 那麼納史達克之所以沒跌是因為 NVI生計指數 來看一下 NVI生計指數 你看這個 收盤價再寫歷史新高 生計股再動新高 有沒有 我跟大家講 三月份如果生計股持續上漲的話 生計股會一路拉抬到五月份 就是說三四五個月份 這個是大波段的 當然關鍵點還在3月3號 應該是3月3號 浩鼎的上櫃法說會 3月底它才會 法說會它就會釋出相關的訊息了 我認為生計股不管怎麼樣 不管浩鼎怎麼樣 看到美國生計股這樣的一個大漲的架構的話 生計股你遇小不遇 生計股是個波段行情 所以好戲才到剛開始 我們看一下這個4153的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這好像不錯 連漲幾天 連漲幾天 放大就知道了 連漲個兩三天 那麼也可以留意到這個 我們跟大家提到的像這個1795的 今天開高稍微震盪一下 這些都剛剛好 他們也是連漲幾天剛好準備要動而已 還有美國股市昨天大漲 這兩天都在大漲一個族群 叫做太陽能 太陽能的話 我們這一波太陽能鎖定兩檔 一檔是去年有轉投資到太陽能的 另外是標準的大家都知道 三金這個裡面的一金叫做合金 6182的合金看一下 還不錯 還不錯 今天還收高 幾乎是天天漲 幾乎是天天漲 每天墊高 對 麻煩導播讓我們看一下第一太陽能 First Arrow 這檔股票 FSLR 這檔股票 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股票有趣 這個股票昨天又漲了 這是Cree FSLR 第一太陽能 這個股票從過去這一個月以來 漲了58% 58 第一太陽 First Arrow的 這都漲了58% 這個很奧妙 所以第一太陽能能夠漲58%的話 大家就要留意到 會不會太陽能力空鈍化了 另外一檔股票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連續漲了兩天3490 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太陽能好了 你把它稍微圖形稍微縮小一點 你看39 39有沒有 39來 再放大 39漲到了59有沒有看到 也是這一個多月以來的事情而已 有沒有 這一個多月 你看有沒有看到 漲了五成多了 所以同志們會不會今年過了這一個年 整個結構在大翻轉 我們在另外一檔就有部分介入太陽能的3490 這一個 今年我們的研究部門認為這一檔股票會有不錯的 我把它定位為叫做三月之星 三月之星 已經連漲兩三天 連今天再撞破亂高點 有沒有 稍微整理一下 注意一下 好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好戲現在才剛開始 同志們 關於國際股市都還在 美股道瓊都還在創新高 所以接下來什麼時候 國際股市的轉折點 國際股市的內容怎麼分析 我希望同志們 我早上就打好了 早上你要不要上班 我五六點就六點多就打好了 那麼因為我很早起床 做好資料 把它PO上去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麼一樣 這個架構到底怎麼一個情況的話 這個很有趣 過了這個228 三月份一開始 整個架構會大漲 所謂大漲是說 個股會相當的強勢 我們今天再來看看 這個漲停板的加速 簡單一欄表給我們稍微看一下 漲停板的 那麼漲停板的加速這麼一多 全部是小型股 也就是說指數現在漲了兩三天 來到這個9800 9700這步驚稍微整理一下 準備合了再上 那你不要互多互空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多頭行情 你不要昨天就跟我講說 這裡要放空 這個完全不對 不要互多互空 等一下我們把指數的 這個軟體上的指數 波段的指標也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互多互空 好戲才剛好開始 中小型股 過了這個來到三月份會狂飆 由生計跟太陽能來領軍 來 麻煩這個易华 在今天這個家庭指數的部分 昨天漲得好像今天都跌回去了 最後還是熟黑 而且是壓了尾盤 說再來9622點下跌了77點 今天量能跟昨天是差不多945億 不過這個量好像有一點在遞減的感覺 好 那麼接下來呢 生計股 太陽能相關的一些個股 怎麼樣來掌握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至於全球視野的操盤團隊 才能駕馭股海財富浪潮 華信投顧 真心照顧 速播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讓鮪魚生活更有趣 OVO 經典鮪魚 因為宣姐她一次給我們有幹細胞 還有幾代型的雙重保障 那為了我們全家人的健康 我們決定把寶寶的幹細胞 全部托付給宣姐 宣姐幹細胞生計 讓鮪魚生活更有趣 OVO 經典鮪魚 三立財經台 下午兩點 王細姐分析師為您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專業團隊為您服務 認真 專業 負責 服務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荷蘭研究報告 接吻可幫助免疫調節 其實 一個人也可以 靈芝專家葡萄王 靈芝王 榮獲免疫調節國家認證 多糖體高達12% 醫學證實可促進抗體生成 免疫調節做得好 醫生看得自然少 葡萄王 靈芝王 葡萄王 靈芝王 喂 你們在哪裡 快到了嗎 先不要打了 板內 快到了 快到 不要煩了 拜拜 我以後不要再跟你講話了 因為有愛 每句話要好好說 現在開口說愛 讓愛遠傳 早點出發 對 年紀人 都想要 錄 早點 早點 死 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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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連續長了兩天的家庭指數 今天稍微做個休息 換口氣 我們喝了再上 那麼接下來呢 剛剛鼎泰哥說了 在這個美國的NBI 這個生技指數 持續往上飆 生技股有沒有機會呢 還有這個太陽能 最近也是 好像真的是熊滾滾 曙光又出來了 好 注意喔 我們要跟大家提到 待會兒我們還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蘋果拉回NBI就重新高了 這是美國的慣性 如果蘋果現在稍微整理一下 利空衝擊一下 沒有那麼簡單 生技股會在3月份一路飆上去 3月份飆上去的生技股 有一個好處 因為4月份是原本是要漲的月份 每一年4月份 通常你記一下 我不會跟大家亂講 4月份 這是時間波的觀念 4月份生技股動的話 3月份就動的話 那就精采了 因為他一拉就是一個月兩個月了 注意這一個觀念 好 那麼我們先來跟 根據指數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個是指數的波段指標 所以不要忽多忽空 到處朋友 稍微下來就走到這裡變空了 沒有那個東西 現在不要忽多忽空 至少在指數的部分 你看一路漲升上來 你這邊如果認為這是過年前 你看一下這個報名鞋打一下台股好了 你看這個有沒有看到這些虛線 這個虛線都是一天的意思 上去幾天前 1 2 3 4 5 6 6天前就是快紅碼到今天也不夠3天 就是農曆過年前就開始是屬於多方架構 這樣就是300點 這樣就長了300點的這個波段技術指標 波段技術指標 所以不要忽多忽空 高碼請人就是這樣 該多該空 不要一下子多一下子空 不要諾名其妙的 聽到一些奇怪的消息 或者漲多就趕快下了鑰匙 我想這個投資很容易犯的毛病 然後就放空 然後被擦空 不用覺得很奇怪 幾月幾號要轉折我都算好了 現在對於美國股市我都算好了 就算它有中期回檔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中期回檔在幾月幾號 我已經都算好了 我是這個市場上講時間 跟這個時間波段 我自認為大概是數一數二的 我也不會隨便跟你亂講 你做股票指數也不需要在那邊忽多忽空 不要覺得這樣很厲害 那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你會錯失很多機會 好 那麼為什麼這裡不用忽多忽空 國際股市 全球股市的產業結構 現在都是正向的發展的 我們來看看國際股市 剛才跟大家提到這個指數 我們再回到看一下這個畫面好了 有沒有 這是標準的 多頭 漲多拉回 漲多拉回 像個波浪一樣 像個波浪一樣 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轉折 箭頭往下的東西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一個箭頭往上 這裡沒有箭頭往下 所以整個大波段 我整個大波段好好把握這一波 來到三月份我認為出現 個股的急漲行情 那麼今天只有37檔股票漲停板 禮拜一 因為今天跌了77點 禮拜一就算小漲個10點 小跌個10點 每天現在三月份開始 就每天大概50檔 100檔的股票漲停 你要好好把握 這是個搶錢的機會 不要忽略我跟大家講的東西 我不會隨便亂講的 那麼多年我在股票市場上 我從不亂講 對我的東西 專業的角度上 我相當有保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每天 來 同志朋友 把我們的操盤工具打開 你把電腦打開 可以看得到的 按進去就有了 按進去就有了 那只有四個案件 那這些文字呢 其實國外的資訊 都會自己跳出來 都會自己跳出來 這個黑仙間就是跟大家講 這個有沒有標誌 這個是寫下歷史新高 老實在這個NASDAG 點0.0幾 我們把它換成為0.1 這個都是創歷史新高 這是快要來到網路泡沫的位置了 標普也創歷史新高整理 德國還在繼續轉強 德國來接近1萬點 接近1萬點就是歷史高點了 結果沒想到德國天天大 天天漲 這個就是說投資人你花太多時間把自己綁住了 萬一到窮來到2萬點 沒有什麼在2千點而已 那你台北股市來到1萬2千點也沒什麼 所以股票市場上把握的是當下 好好的把握你這個把握當下 那指數有它的震盪架構 那你要找對個股 像太陽人回檔很久了 整理已久了 生技股如果是個大波段 給你狠狠長兩個月的話 那個生技股的活潑性的話 有時候長五成一倍的話 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結果你還在懷疑被軋空手 到時候你會這個 這個進場也不是 這個不做也不是 放空也不是 這個是很為難的 只要記得我跟大家講 把握當下 不要忽多忽空 我們的操盤工具 你可以很輕鬆的就可以擁有這一套 同樣的成本你要用最專業 你看這個國際股市漲跌都在這邊 歐元 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我在過年前就跟大家講 我認為美元可能不再 不會再那麼強勢了 可能美元不會再那麼強勢了 那麼注意 跟美元相對油價也不容易再大跌了 有沒有看到 雖然它還是屬於空方的 不再那麼大跌的 中國股市隔差 始終維持高 最近也實在相對的高點 所以也暗示中國 可能還要再降純準率 中國這個降純準率的動作 會在下個禮拜 他們兩會 政治協商會跟人民大會 兩會會有一個討論 這裡面可能就所謂的 水資源水時調等等的環保概念 還有對於降息與否還有一個確定 可能如果這個動作再出來 因為它的隔差率率 上海隔差率還滿高的 還算滿高的 以前一直維持在2.5 2.6而已 最近還滿高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再降純準率 中國股市就會再飆一大波 台北股市頭角增容 蘋果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蘋果 好 那麼奢侈品指數又慢慢的攀高了 那麼這個資金從債券市場上撤出 之前已經來到1.8以下了 1.8左右 快要上這個過年起來來到2 你看 升級指數你看有沒有看到 點圈圈再創歷史新高 再創歷史新高 再創歷史新高 這些大家都要注意了 大家都要注意了 這是操盤軟體才會有這種東西 不知道你的軟體就只能在那邊 股價這樣跳啦 或者在那邊紅買綠賣而已 那個是很 那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有個投資人跟我講說 用到一些奇怪軟體紅買綠賣 那個選股一按下去的話 跑了50檔100檔 對不對 這麼多 那你用那種軟體的話 講真的你還要準備一個擲筊 這個大力光轉強 對不對 紅買的時候可不可以買 還說準備一些擲筊 所以不用 我們的選股 大概只有一檔左右給大家而已 我們選股都是一檔到兩檔而已 那當然這是我們的系統 好 蘋果昨天跌了2.6% 雖然還是創新高的拉回 不過這個有疑慮 這一旦有疑慮的話 我為什麼提到這個 剛才說蘋果跟升級是敲敲板 所以升級指數再寫歷史新高 剛才已經看到了 只有操盤軟體 操盤軟體才有這種東西 有沒有 蘋果啦 股價啦 漲幅多少啦 微軟啦 Maveo啦 像Maveo最近的股價也很溫吞 所以我對於IC設計 只是一兩檔的股票表現 我也不會全入投入 美光的股票還在跌 美光還在跌 我對這個低潤是要稍微停看停 所以今年電子不是唯一的主流 你一定要記得我講的 一旦蘋果真的開始拉回整理的話 那麼一樣電子股更不是唯一的 電子股要看個股 像我們跟大家講利特 財報一公布就整個大漲上來 那個震盪架構 好 那麼一樣 很多股票 各股的表現都在這邊 我要特別跟大家提到的是這個 昨天三炮 前天漲17% 昨天又漲0.2% 那沒有什麼 第一 太陽人 大家認為他們兩家因為要合併了 這個太陽人很有趣 蘋果都要介入這一塊 蘋果在農曆封關這段過程上 一直強調他介入太陽人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蘋果那華爾街的報導 他要轉到汽車 也要開始介入汽車領主舰這一塊 汽車這一塊就對了 不管是未來怎麼樣 蘋果這一段時間為什麼一直不再強調 什麼iWatch那一些的 你要留意 iPhone好像弄到一些 什麼iPad上面去了 這個好像都已經有點過時了 但蘋果股票那麼強 因為蘋果可能要轉投資一些 這一些 昨天的第一太陽人又漲7% 漲了7%的原因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 因為它的公布盈利 營收公布的那個盈利 這個稅後盈利的話 這個增長兩倍 所以股價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 第一太陽人一個月裡面漲了五成 所以這一些都是機會 都是機會 那麼這就是說 我們的操盤工具才會給你 有這樣的 從國際金融商品的變化 油價黃金等等 恐慌指數都繞了 各股 然後每股的各股搭配 另外一個有沒有 中國股市的內容 中國股市最近開始拉什麼 這個水資源概念 所以我們台灣的水資源 今天是整理 昨天是很強 還有中國股市的充 他們下個禮拜就兩會的 兩會過後有些更大的變化 所以你也必須掌握 中國股市的內容 包括他們的中國石油 中國石 證券類股有沒有 還有無線充電的也好 或者因為很多內容有一些 最後我們的這個操盤工具 還會幫大家做波段整理 這個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好 關於這個指數 好 今天在這個期貨市場的部分 台子期最後收盤收佔了9,649點 是下跌了34點 是跌幅0.3%左右 那麼電子期今天跌的稍微重一點點 收佔了387點 下跌幅度是0.58% 始終維持在這個紅盤 最後紅盤做收的金融指數 今天算是這個撐盤的要繳了 收佔了1,118點 小漲了0.4點 好 就是今天在期貨市場的 一個最新收盤表現 博定泰哥哥今天不管是期貨市場 生活市場 在指數的部分不太好看 中小型個股倒是 躍躍欲試的感覺 那我們在選股的部分 趕快帶大家掌握一下 現階段選股怎麼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 我希望我們操作上要靈活 所以你的資金要開始做轉換 你要掌握股市的一個行情 資金要學會做轉換 漲到這一個月接下來的股票 個股會衝得很快 你一直在觀望人是這樣子 這是人性 如果一下子你沒有買到了 你就一直看下去 看到最後收不到 你再跳進去的時候 這個大概都還滿慘的 我們認為接下來三月份 是相當不錯的大行情 這個大行情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你要注意 因為以我們對國際市場上 跟業內打過 他現在沒有現在也不可能 所以我說你要靈活操作 然後拿一檔一檔的標馬股 像這個 像我們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 像這個有沒有 這美食有沒有 你看幾天前就 這是美食 美食 1795的美食 幾天前就這樣子 一直在多方的架構 美食 所以這個是我們操盤軟體的話 就是說 在技術面上也OK的 一樣 包括指數方面也OK 各個方面你看 前幾天前我們就是在 三次天前就是在這邊 開始拉上來做的 我們跟大家提到6182的 6182的 這個也是 這個 待會兒我們再跟大家提 我們把美食講完好了 你看 美食我們在過年之前 去跟大家提到了 就提到這一檔 你看今天再創短破端新高 雖然是在這個上癮線 不過我這邊也想到說 生技股的好戲才剛好開始 所以他還是在天天創新高的 生技股的好戲現在才開始 我說工資派很具有企圖心 當時我兩三天想跟你講的 橫向整理 到今天 你看創新高 這一根 黑棒的這一根 今天創新高 又創新高了 又來挑戰這裡了 這個生技股 大家不要小看 還有這個也是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在講的 雖然是有量出來 震盪折禮拉 我要趕快做多 為什麼要講到它呢 這個是生技股 你看這個波段的行情 慢慢的浮現 因為它只有38塊多而已 那麼它因為在美國 銷售相關的 這個 癌症新藥等等之類 這個裡面的銷售的 所帶來的綜合效應的話 跟安城新藥差不多 這個營收差不多 可是安城新藥的股價是200多塊 我剛才講到南光才38塊而已 這是我跟大家提到的丹景 丹景 我們前兩天提到的 因為這個 好像第一天起漲的那一個單子 我帶來 你看看這個好不好 它裡面要看到這個 我們還撐以三月之星標馬股 三月之星標馬股 好像成像整理 第一天發動 蹦蹦蹦開始上來 今天再創波段高 今天平盤附近 因為它連拉了兩天了 我爬上把我們招到這個 叫做三月的標馬股 三月之星的標馬股單景 之前我們在這 就是開始在那邊 過完年前後在這邊做介入的 我們這研究團員認為 它第一季跟第二季 第一季第二季會有這個業績 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因為它也有部分介入太陽能 那麼我也跟大家講說 這一樣 現在不買回來 今年最大的影響 那太陽能呢 我認為它慢慢會走出利空 比起國際股市讓我們過年前跟大家提到這一檔 提到這一檔 你看還沒有動 現在你沒有注意到過完年是這樣子了 已經這樣子 快要挑戰這個高點了 你看這個位置就知道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是合金 有沒有看到合金 有沒有 然後呢 有沒有 它快要挑戰高點了 那麼我們把它再推算一個月前 所以第一太陽能已經漲五成了 它從這裡慢慢漲 有漲到不是沒漲到 你不要以為太陽能很差的 什麼雙反一大堆的 有沒有看到 今年會不會輪到這個族群 標給你看 我已經好久 我大概有一年多 一兩年沒有再跟大家推薦這個太陽能 大概一年以上沒有推薦太陽能 那麼我現在還跟大家講說 太陽能機會來了 太陽能力空頓化相當明顯 好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單景 原來是在這邊沒有拿到 就是第一天起漲的位置 現在已經漲了一層多了 一層半左右了 好 大家很關心我們在講這一檔 不要叫什麼 利特 有沒有 這個算是我們做上來的 現在我要跟大家講 13塊以下 波段大買點 今天差一檔又漲停了 差一檔又漲停了 那一樣 之前最彪悍的 就是元月份最彪悍的就這兩檔 一檔利特一檔台經寶有沒有 台經寶利特有沒有 這兩檔我認為 注意喔 三月份 這兩檔超低價的股票 標給大家看 超低價的股票標給大家看 那麼業內大戶的這些股票 注意一下 業內大戶這些股票 這就是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金州有沒有機會跟著傳產 因為它基本面很好 它不是沒有基本面的 它可以在一個月漲八成 一個月漲八成 然後現在如果業內要進來的話 這個機會是不是在這邊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那麼台灣目前我們所知道 大家在講NFC概念 中國大陸的NFC概念在過年這段時間飆翻天了 台灣真的有接到NFC概念是這個股票 股價也拉回了 股價也剛好拉回整理 這一兩天又是很好的機會 可見好股市很多 大家要把握過了這個228 這個廉價過後 台北股市的這個內容 我們個股結構會一飛沖天 把握跟著我們一起 迎接下一檔標馬股的好機會 請跟上來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一些 這個低價的股額 在今天表現算是很不錯 很多檔個股 包括立特整理是不是完畢了 是不是開始要往上衝了 怎麼期待三月份 台北股市一飛沖電的行情 持續鎖定我們台股新中略的節目 今天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